那种3D的 你要画什么其实就可以画得出来了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可以把这些功 其实你只要把这些功能都熟悉的话 你大部分可以画出来 其实就已经足够你大部分想画的东西了 其实后面还有很多 你会发现这边还有底下还有这一排 那我们一个一个功能一个功能 一个一个把它各个击破 其实就可以做出很多的变化了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试看 利用回转的这个功能来做 那另外等一下做出来之后的话 等一下我们还要再画一个这个 各位可以看一下4-49页的底下这个 那尺寸部分它上面没有标了 你们大概自己标一下 这边的话我给各位一个尺寸 这边到这边给多少给60 你们自己再把它补上去 因为这个书上没有标到 应该要把它标一下 应该要把它标一下 这个是10 而且是在上四角的地方画 所以你先切换到上四角画这个图 然后这边也是10 然后这个半圆 这个弧呢 它的半径是多少 半径是25 那这边的话在它这个 这个弧上面的四分点画一个 这个是多少 这个是R 半径为5 那利用这样的方式就可以画出这个 这个形状 最后记得 如果你要做回转 一样要做什么 做聚合线 聚合之后的话呢 就可以画出我们要的一个形状 比如说我今天要画出像四支45页 这样的形状的话 你只要画出一个图形就可以产生了 OK 好吧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练习一下 第一个240度 而且是顺时针的 另外的话呢 再画一个没有孔的 那自己再画一个孔 半径为10的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